最近马思纯因为结束了自己和欧豪的恋情,很多人都替他难过,不过作为一个事业如日中间的女明星,马思纯在娱乐圈走红,其实考的不是绯闻,而是演技。 当初马思纯和邓伦一起上《我是大侦探》的时候,马思纯就和邓伦一起出演情景剧。 那是马思纯对邓伦的凝视,让很多人觉得很有看头,因为马思纯和邓伦本来就不熟,可是在初影一起外出的戏份时,他俩表现得很默契,除了用演技来形容马思纯,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。 而曾经和邓伦一起合作过欢乐索尔的乔欣,虽然两人有合作的基础,可当初邓伦乔欣一起上舞台唱歌的时候,乔欣对邓伦的凝视,却让人觉得是一个陌生人在看着一个陌生人,两人明明唱的事情。 可是毫无情侣之间该有的默契,这大概是因为乔欣属于娱乐圈中的新人,本身演技不过观,所以就算和熟悉的人同台表演,也不能让自己进入一个情侣的角色中吧。 感谢观看